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3月29号2022年 欲苦期的第24天灵修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章节 是在马可福音的十章17到34节 让我们一同来把经文读一遍 17节 耶稣出来行入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父子 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诫明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了色 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啊 门徒吸其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依靠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 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吸其 对他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 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 所有的 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 今世 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并且要受 逼迫 再来世 必得永生 然而 有许多 在前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 他们行入 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 在前头走 门徒就 稀奇 跟从的人 也害怕 耶稣又 叫过十二个 门徒来 把自己 将要遭遇的事 告诉他们 说 看啊 我们上 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 被交给 祭司长 和文士 他们要定 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 他 土 唾沫 在他脸上 鞭打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 复活 Amen 好 让我们 逐渐的来 解释一下 分享一下 那在这里呢 十七节当中 这里 耶稣他们 和 耶稣和门徒们 一路往 耶路撒冷去 那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跑来 就直接跪在他 面前 那我们来看 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 年轻的 一个财主 在这里 没有说 特别叙述 是一个财主 如果你去看 马太福音的 十九章的 二十二节 你就会看到 他是一个 年轻的财主 而且是一个官 那官是在 路加福音的 十八章的 十八节 有记录 那他看待 主耶稣呢 不是救人的主 而是教导人的夫子 他不知道 他是 他是主 他只是以为 他是一个老师 这样子 但是 他跑来 就直接跪在 他的面前 非常的谦卑 因为 他虽然是一个 有钱的 做官的财主 但是他还是 就跪在 这个耶稣的脚前 那他来问 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啊 我当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说明呢 他认识的 这个永生的 重要性呢 他也承认 自己里面 没有永生 所以他 觉得他可能 可以靠自己 做一些什么事情 来换取永生 只是他不知道 还缺什么 所以他说 我还要做什么 我还可以承受 这个永生的道呢 那其实承受永生 就是得着神 永远的生命的意思 也就是 免于 永远的沉沦 那永生呢 其实是神 借着主耶稣基督 赏赐给人的一个恩典 而不是人 凭着自己的善行 或者是做什么 太多的 很多的好事 而赢得的一个奖赏 所以在这里呢 耶稣在后面 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因为这个财主 他并不知道 主耶稣就是一位神 就是神 所赐下的一个独生爱子 来为世人而死的 所以他说 没有良善的 表示他也不是良善的 那主耶稣继续跟他说 诫命你是小得的 就是我们讲摩西的一个 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实戒 那他说 在这里叙述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所以耶稣讲了六个 诫命的时候呢 这个财主呢 就跟耶稣说 这些 我从小都遵守了 犹太人他们才 从十二岁开始呢 他们就要自己来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所以他这里 如果述说是 从小就遵守 表示他从十二岁开始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遵守这些诫命 但是耶稣就看着他 就爱他 就喜爱他 这样子的这个 遵守这些诫命 但是他告诉这个财主说 你还缺少一样 表示说 虽然这个少年人呢 已经遵行了 外在的一些行为 但是在主的前面 主的面前 看来还是仍旧不完全 因为他不能爱人如己 他不能让别人来分享 他自己的所有 所以为什么耶稣跟他说 你缺少的那一样 是去变卖你所有的 去分给穷人 就会有财宝在天上 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所以财主呢 在他们感觉说 有这些经济的来源 有这些财宝 就是他们的一个生命的来源 这是他们的一个依靠 那当你要让他去 舍下这些一切的话 我们22节看见 他就说 听见这话 他脸上就变色了 他觉得他不可能 把他的所有的都去变卖掉 然后去分给穷人 这是人是做不到的 如果今天你拥有很多的财富 如果突然耶稣来对你说 你把你所有都变卖 然后你来跟从我 然后把你所有赚到的 这一辈子赚到的钱 都分给穷人去使用 有多少人会愿意这么做 所以为什么在这里 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我们继续看 那最后这句话说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所以耶稣就周围一看 看这些众人 他们的这些惊讶的态度 因为我相信 他在跟这个少年人讲的同时 旁边也是很多人 除了门徒之外 所以他看了这些众人之后 他就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而且他不止说一次 我们再继续看 门徒稀奇他的话 那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依靠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第一句话是 有钱财的人 好 有钱 你想享受这些荣华富贵的 可能是你精神努力赚取来的 所以就是有钱财的人 第二句话说 依靠钱财的人 你现在依靠的是 你觉得说 你的这个经济的来源 你要靠着这个 有些人会担心 他们没有钱 那所以这里 有钱财的人 跟依靠钱财的人 也就是表示说 你今天不单单只是有钱 而是你是依靠 万一你今天没有 这些财富的话 你就觉得生命 失去的那些意义 所以他在这里说 依靠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他继续的说 比骆驼穿过真的眼 骆驼穿过真的眼 我们知道骆驼是非常大的一个动物 真眼就是针线 穿那个针 穿线的那个针的这个眼 我们知道是非常细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骆驼这么大的动物 去穿过这个真的眼 还比这些财主进天国容易 这是一个比喻 这是一个比喻 就是说 你真的要让这些财主 去放弃他们 所有赚到的金钱 是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他最接下来 他就说 门徒就说 哇 那这样子 他们觉得说 这些财主 这么多的 赚到这么多的钱 不是因为 神看顾他们 眷顾他们 所以他们可以赚到这么多钱吗 那他们都不能进天国了 那我们这些人 怎么样子进天国呢 所以他就说 这样谁能够得救呢 耶稣继续的回答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 但是神却不然 他说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什么时候人呢 不再看自己 依靠自己所递的 人跟事跟物 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的名望 你的title 你的这个 所谓的官衔地位 而是把它转移到 思念天上的事 神就会从心里面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真正可以活出 神国的一个实际 一个荣耀出来 这样子财主 才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主 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思想一下 我们怎么样子 才可以进神国 我们要进神的国呢 并不是靠我们 守多少的诫命 做多少的好事 而是一个神 白白给我们的恩赐 希望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 默想 我们怎么样子 真正是 就像有时候 我们在圣经里面 谈的就是说 并不是每个人说 主啊主啊 我赞美你 我什么敬拜你 我就可以进神的国 是要看你 是不是真的 从心里面 愿意舍下自己 在地 属地的这些 东西 你是单单的 依靠神的能力 来带领你的 然后一直要 检查 一直要提醒自己 怎么样子 才真正的是 蒙神的喜悦 彼得就对 耶稣说 看他 我们已经 撇下 所有的 跟从你了 在马可福音 这里呢 在这句话 就已经 结束了 但是我们来 看一下 马太福音 他在 马太福音的 十九章 二十七节 里面 除了他 这里说 彼得 就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 撇下 所有的 跟从你了 可是 最后面 彼得 又问了 一句话 就是 那将来 我们要 得到什么呢 这是在 马太福音的 马太 他这个 遂例 他所记载的 那我们来看 他说些什么 第二十八节 是在 马可福音 里面 没有记载的 他这边说 耶稣说 我实在 告诉你们 你们这 跟从 我的人 到 复兴的时候 人子 坐在 他 荣耀的 宝座上 你们 也要 坐在 十二个 宝座上 审判 以色列 十二个 支派 这个 十二个 宝座 就是 跟从 耶稣的 这个 十二个 门徒 将来 也要 和 耶稣 一样 坐在 宝座上 然后 来审判 这个 以色列的 十二个 支派 这是 马太 他亲身 听到 耶稣 所说的 这句话 把他 记载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 马可 是彼得的 一个 属灵的 一个儿子 那 他所 记载的 就是彼得 跟他 分享的 然后 跟他 诉说的 然后他 记载下来 因为马可 他本身 不是 耶稣的 门徒 好 接下来 后面 就是一样 在 马太福音 十九章 二十九节 也就是在 马可福音的 十章 二十九节 这里就说 耶稣说 凡为我 名 撇下房屋 弟兄 姐妹 父亲 母亲 儿女 田地 那必要 得着 百倍 而且 承受 永生 好 那我们再来 思想一下 他这里说 撇下 撇下 房屋 弟兄 他的意思 是怎么样子呢 真的就是撇下一切 什么都不理了 然后就来 跟从主 其实这里的撇下 并不是说 让你完全的 不去管你的兄弟姐妹 不管你的父母 因为我们知道 在十节里面 我们孝敬父母 是一个诫命来的 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撇下这个首位的 首位就是说 我们最主要的 比如说是你的父母 你要抚养他的 你要奉养他的 而是你把 这个首位的 放到神 神成为你的首位 成为你的代理 成为你的跟随的 成为你 必须要 跟从的 也下 并不是要把他们 完全的割舍 把他们扔掉 而是我们把主权 交到 主的手里 然后让主来 掌管我们 让主 可以来使用我们 我们可以撇下 我们现在 手里所抓住的 不管是你的父母 好像就是 那个重要性 到底谁 在你的心目中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最重要的 那在这里呢 耶稣他 表示就是说 我们要把 耶稣 我们要把我们的神 是看为最重要的 然后其他的 就是 不是真的是 把他们完全撇下 而是说 再来就是 你的顺序 对了 那你一切 就都对了 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子 并不是说 让我们都 完全都不理他们 不理家人 然后就 直接就跟 去做服事啊 什么的 这里我们可以 默想一下 因为圣灵 他会启示 一切 圣经里面的真理 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 默想 让神 看神要来 对我们说什么话 那这里的 金士德百倍呢 他形容是 活在神国际里面 就说 其实我们在 金士我们就可以 得着 这种基督 因为万事 互相效力 而得到的 一些丰盛 还有一些 平安跟喜乐 因为很多人 如果你一直 活在那种 哇 我一定要赚多少钱 我一定要干嘛 干嘛 我一定要 什么的话 你会一直 活在担忧啊 紧张啊 害怕 你不会有 真正是 从神来的 平安 所以他在这里说 你会得到百倍 就是你会得到 其他 你用这种 自己方法 而得不到的 一些 东西 好 许多 在前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 我们看到 他这里写 这是一个 警句的话语 就是说 就像这个 我们如果是 满足我们 现在一些 目前的那种 骄傲 我们的 这种夸耀 我们现在 在所拥有的 或者是像刚刚 我们提到的 这个财主 他因为有很多的 财宝 他很多的产业 他看到的 我们普通人 我们在世的人 会觉得说 那他是神祝福的 他才会赚到 这么多钱 我们可能以为 他是债钱的 但是他其实 会变成债后 然后后面这句话 债后的将要债钱 也就是一个 鼓励人的话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非常的 像小孩子 或者是 贫囚人你在后面 你在落在人后 你可能进神国 都很难进到 但是并不是因为 就此决定这一切 而是因为 神看告的是 我们的心 我们是不是愿意 放下一切 来跟随神 我们是不是 真正就 张我们的生命 就算我们觉得说 我们这个 今生赚不到 任何的财宝 因为人很多时候 就觉得说 钱是万能的 他们觉得说 这个辈子 一定要赚到多少多少钱 他们才是 觉得他们已经 得到他们应该有的 而愿意把他 这个放下的话 就是债后的 这些比较贫穷的 低微的小孩子 心态的这些人呢 我们就可能会变债钱的 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也是让我们 继续的 默想他 让神来启示 让圣灵来启示 你这句话的含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就是在后面 从32节到34节 耶稣再一次来告诉 就是在9章 这个8章31节之后 我们提到 我们说 他是在开始 解开这个十字架的 这个奥秘 这个秘密 那10章的34节呢 是第三次 耶稣在门徒的面前 又再次的跟他们 跟他们说 仁慈要被交给 这些祭司长跟文士 然后这些人要把他 钉死啊 要鞭打他 要杀害他 然后死掉之后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所以他再一次的 该跟门徒讲说 他会死掉 然后三天会复活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耶稣一直重复的 告诉门徒 但是门徒 还是很悲逆 还是很刚硬 他们不愿意去相信 主耶稣 他会 他的这个过程 会这样经历 所以他还是 故意不要去 相信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神的儿子 在地上 他最后的服侍 他训化了 这个教训人那么多 他最后就是要在 透过十字架上 来成就 他来这个世界上的 一个旨意 第三次 就是这个十章 三十四节呢 是最严肃 而且是最清楚的 来告诉 宣布 他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而且是最详尽的 告诉他说 会交给 纪师长文士 然后他们会定他死罪 还会交给外邦人 然后他们会戏弄他 会吐唾沫在他脸上 会鞭打他 会杀害他 所以他把详细的 他要怎么样子上十四架 他都已经事先跟门徒说了 直到他真的上十四架的时候 门徒才反应过来 好 那我们知道 门徒以为呢 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呢 是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 弥赛亚王国 在那里做王 可是 但是主却说 他这一次去 耶路撒冷是要去受死 所以门徒 一直没有把这个话听进去 所以当三十二节 耶稣在前头走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好奇怪 为什么他现在走在前面 然后跟随的人也 非常的害怕 这里三十三节 说交给外邦人 这外邦人指的就是罗马人 因为主耶稣是由 罗马巡抚 比拉多判死罪 罗尔丁十字架的 所以犹太教官 犹太教呢 高层他弃绝 以色列的弥赛亚 他把他交给外邦人 让他们去做宣判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 马可福音十章 十七到三十四节的一个分享 那再一次的 我所分享的 因为我有在之前的 这个视频当中 我有说 神他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会有一个教导 一个带领 跟一个引领 我不是传道人 我也不是牧师 如果你想要听 就是说更详尽的 这些圣经的这个经文呢 我是建议大家要去听这些牧师的讲道 或是这些真正的课程 而我只是从我的心里面 我的这个得着 来做一个好像笔记 分享 那谢谢你们一直的关注我 给我一个机会 聆听我的这个讯息 我希望我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 请给我意见 请给我建议 谢谢你们 耶稣爱你们 我也爱你们 神祝福大家 明天见 哈喽 你们好 我是Mayby温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彩虹有约 与你相约 See you 一二三四就喜欢你 然后说五六七八就爱上你 想躲在并怀里 就缘化你的心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陪你到天地 第一个人 我愿意陪你 我愿意陪你 我愿意在世界中 Jagim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